各位傳媒朋友 你們好 早上 師長 想回到今早節目三 因為傳媒都好像承認了被襲擊的目標 會否覺得香港活動發展會否責任做這件事的人 我想其實無論受害者或者被襲擊的目標 是甚麼人 甚麼社會地位 甚麼政治背景 甚麼政治立場都好 我們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的社會 絕對不會容忍 亦都會譴責這一類型的暴力事件 我相信今天發生了這些事 警方一定會好像其他刑事罪行的案件一樣 會是傳媒集團 若然我們日後是抓到相關的涉案人士 和有充分證據的話 我們律政司一定會 好像其他刑事案件一樣 依法去處理 以及在有足夠的證據情況下 我們會進行檢控 或者我希望在這裏再強調就是 無論任何原因或者任何的看法都不應該 向任何人士用暴力的手段 無論是報仇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也好 都不應該用這些暴力的手段 但過往很多的案件涉及傳媒的那些案件 都抓不到最終的那個暴力的 其實是否這些案件都會比較困難 我想未必可以將每一個案件 完全做一個的比較 因為每一個案件背後的原因都很不同 就算是以往過去涉及傳媒人士的案件 其實我們了解那個背景都不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某程度上你說得對的 因為在這些犯案的過程裏面 我相信犯案者都是非常小心 都會透過不同的途徑 希望是隱藏他們的真正身份 但雖然是這樣也好 我很肯定警方會全力去調查 因為警方會就這些事件 會很延續地去處理 好嗎?多謝 謝謝